这边还有一个不错的小地方 看来那边有个女的呀 给我递了一张名片 跟我聊了半天 但是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不知道她是哪来的自信 用那么长一圈波兰语跟我讲话 我只好耐着心听她讲完 然后我说我不懂 她说好吧那你会不会英语 我说会呀英语我会呀 然后她用英语跟我说了一大堆东西 我又没听懂 好惭愧呀 然后我看了一下 她手上拿的那个叫什么 纯单 大概就是这个什么歌厅表演 所谓的歌厅呢 就是有点那个色情性质的东西 但是呢 软色情嘛 就是在那个地下的一些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叫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呀 大概是那种歌舞厅的那种场所 然后有一些女人在跳钢管舞啊 穿得很性感呢 当然也有可能 你可以找到一些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姐呀 但是呢 我说我没兴趣呀 我说我要走啊 我travel啊 然后她说那好吧好吧 一点的伤感 然后我觉得 哎呀看着女人伤感的表情 我感到十分的痛心 因为我见不得女人 我见不得女人这个伤心 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好男人嘛 哎 这边 这边是哪呢 我完全迷失了 这边的好漂亮 你看这商业区真是多呀 又一个中国大哥 或者他可能更吓着韩国人 我觉得 啊到这了 这个钟楼 哎呀 这么一看华沙并不大 啊并不大 我又一次走到这了 这么说来我就往家走得了 往家走 我感觉我已经走得够远了今天 感觉有点不太愿意动了 我今天就准备走回去了 省三块钱 既然我花了六十块钱 吃麦当劳 我就要不坐那个车 少花那三块钱 走回去 Fighting